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经夫子住 第六节 延安史莫特莱之谜 史莫特莱出身于美国南方一个贫穷劳工的家庭 受家庭影响 他从小同情和向往激烈的工农革命 1937年春天 史莫特莱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 采访中国工农革命的传奇英雄 当时他方琳25岁左右 他像西方的大多数年轻的知识女性那样 正值热情 赋予幻想和冒险精神 追求热烈而浪漫的感情 他美丽而活泼 不拘言笑 铸土窑洞 喝小米粥 啃窝窝头 更穿一身八路军制服 很能跟延安的军民打成一片 自然也很快赢得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物的好感 这位金发闭眼的杨女郎 在延安访问的几个月时间里 极根好色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闹出了色文 当时疯传颇广 可以肯定 史莫特莱和毛泽东之间 不存在什么同志之爱 只是一国一种成年男女的烈奇烈焰 彼此达成心理上的好奇满足而已 史莫特莱大约是毛泽东生平中唯一的杨女子 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中共老人于一次闲谈中提及 在当年的延安 女同志都很吐气 衣宽酷肥 不是修饰 史莫特莱身上却是曲线分明 最负性感的了 他跟伟大领袖一交往 头一回握手 第二回拥抱 第三回亲嘴 使得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都大为惊讶这个人的礼节 有一回 毛的一个警卫云偷偷的跟自己的老乡说 杨姑娘真好玩 俺主席每回去他的住处看望他 他搂着俺主席亲嘴 都要亲上半个时辰 这是当年延安悄悄流传的一则小道消息 警卫战士自然只有站在 窑洞门外站岗的神圣职责 不经传唤 是不能进入手掌的工作场所的 但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里 一天等于子 丑 银 毛等十二个时辰 半个时辰即是一个小时 男女间一个小时相互搂抱着亲吻 自然有充裕的时间做完一些别的事情了 史莫特莱与毛泽东之间 大约在行为上过于失之减点了 使得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忍无可忍 到了要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去避了那洋妖井的地步 毛泽东也不想让色文闹得过大 才要求史莫特莱离开了延安 去到别的抗日根据的继续采访 实色性也 在毛泽东看来 男女欢愉 原是生活极普通的需要 史莫特莱后来写了多部技术中国工农革命 妇女解放的书 把她认识的中国介绍给西方的读者 其中一部名为中国的土地的书 单是德文版就印行了五十万册 史莫特莱是有深情后裔于中国了 在中国大陆 史莫特莱、斯诺、路易斯、斯特朗 至今是三位著名的美国固友 我这个忘记 ald利用修理 是并不试的 中国的豪华 就是赞 我这子的豪华 不试大 我对她的淡 这子的超级